電視台他們一定也看過這影片 我相信他們很要求記者去報告 就是說你這樣表現涉及遺重新聞不符合專業 而且因為被網友發現出來 它會影響到生命 我覺得E電視一定做過這個調查 還會做這個生命 他不然他應該來告我們才對著 E電視應該說你真的無路修理到我們電視台 所以我們記者做的是正確的 應該跟他來告我們要求我們成績或下架 他不是這樣 所以這點包括中天喔 中天也沒有來跟我們任何抗議 都是記者自己私下檔票給我 然後說可不可以拿下來 因為他們現在壓力很大 那我跟各位講說 希望他們真的感受到一個 他報告別人的新聞的時候 真的一致之褒貶差非常多 那我最近看很多東西有太多人 那我可以看這段影片是因為 他本身是一個什麼 他不是主流電視你看得到的新聞 他是一個 其實他也不一定是公民記者 可是在那一時刻 他扮演公民記者的角色 他有一個影片 可能他應該用手機拍的 所以畫質也很不好 他就拍一段影片 而且晃動 因為他也不好意思真的很這樣無拍嘛 所以他一定是 要裝得很自然的方式 搖來晃去的這樣子 所以但是他揭露了很多事實 他揭露了一些事實 其實是我們一般看不到的新聞 所以公民記者 不是要做每天要採訪新聞 報導新聞 而是你有這個 基本的技術能力的時候 有時候你可以 對於社會一些不正確 或不公益的事情 可以適時的揭霸 那搞不好你從來沒有計畫 不管現在沒有 那也沒關係啊 你也很幸運嘛 都遇到 可是萬一有一天遇到公民的事情 有機會 讓很多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公民記者 本來就是自由自在 他不需要任何保護 沒有誰要求 義務 他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他覺得堅勇的 他就只要做那一事 有時候影響就很大 那這樣 你可以發現以後記者已經更警覺 不能再公開場 這樣肆無激烈的講話 很多公民記者 很多電視台記者 他們基本上 更可以講一下 因為我自己在報紙當過 那我雖然沒在電視台台過 可是我認識的太多朋友 他包括我的同事 去電視台當主管很多 那電視台記者通常 比較無情 坦白講 不是他們本身的受教育到 而是他們在工作的場合 不夠深入 不夠認識 為什麼 因為這不能怪他們 因為電視台的調度就是這樣子 一個記者他今天去跑福茂 去法院 明天去跑 諸葛亮 去行 後天又去跑另外一個 可是 車禍司機 這記者 電視台記者他不像報社的記者 他有固定的路線 他當然會發為一個主要範圍 可是他常常能力不夠的時候就調度 能力不夠就調度 因為他記者會進出兩個人 這兩個人 有時候還要隨機車 還要司機啊 那種 所以他能力調度一定不夠 他不可能像報社那樣 一個記者就跑這個線 我們也可以再組跑這個線 那他就會常常去很多地方跑跑去的時候 他對一個議題的了解深度就不夠 然後他們的思考呢 都是影響 所以你看他想像的說 像郭台銘 他見不到學生 對我們一般的文字的媒體 處理一點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就用文字敘述嘛 因為什麼條件啊 所以他們見不到那個就好 可是 他報導這個新聞沒有影片 沒有兩個人在一起的 他怎麼做這個新聞 他已經調了一組人去那裡 結果他可能為了這事情 兩個小時都沒有心理 他怎麼辦 他就會很焦慮啊 他一定要想辦法畫面給公司 所以他就在想說 你怎樣 讓這個人可以碰面 甚至呢 雖然是有兩個人碰面的話題 他也必須要怎樣 他必須要讓大家能夠 這個元素更有衝突性 更有戲劇性 這個戲劇才會好看 所以我跟各位再看一個 他網路拿掉了 我再弄一次 因為各位知道 在上禮拜 應該上禮拜初的時候 三三禮之前 大概是那個行政院長 就是佳儀化 他不是跟學生經見面嗎 去會談 他們去見面的時候 就是那個 行政院長跟家裡 跟那個 學生寧委會 要對談 那個新聞我在現場 我一般 其實我通常不用去跑新聞 不過那天我覺得 難得這個院長跟學生的理校見面 應該去看一看現場 所以 很多人都說 那個什麼 他們學運都管得很嚴格 對不對 因為我進去完全沒有帶證監 他們也讓我進去 因為我就說我是急診 他們就相信了 所以覺得很乖 很聰明 蠻乖巧的 他也不會懷疑人家 你年紀那麼大 你不可能說你是學生 不是 他因為他防派一般的其他人進去 尤其像我這種看來不是學生的 他看不到我進去 照理說 因為他擔心會發生問題 他會擔心會發生一些意外 不明分子 造成傷害 所以他會這樣子 那 可是 可是那個 我當然就進去 然後我就走到最低一層 就在連飛板的 他的前面我就蹲下來 所以 我看到整個過程 就是說 那個 江花他過來的時候 他正從正江街那邊過來 這邊是青島公路 遠遠就一堆記者才可能過來 這邊記者都 設定 大家坐在那裡 或是有的人蹲著 有的人站高著 攝影機都叫 等著拍攝 見面握手 對他 然後呢 他們本來都好好的 結果江一花進來的時候 哇 那個 整個本來 維持空出來的 那個攝影的空間 本來就圓無形 然後 流飛板在這裡 怎樣呢 就 所以其實 總到把那個空間整個塞滿了 那江一花都沒有不進 就擠不進來 然後 擠不進來 怎麼對他 所以 他的警衛跟那個 學生的那個糾察隊 用力把記者又撐開 撐開他 最後 讓那個江一花可以靠近一點 可是呢 欸 再靠近一點的時候 因為 後來警衛就把那個 把兩個人中間隔開 所以他們不是 如果各位有看電視的話 我發現他們兩個不是站很近 他隔了大概有 十個人左右的距離 這樣對談 他是這樣對談 然後 已經 大家能坐在哪位置囉 然後因為那個江一花的麥克風 他們自己翻了大麥克風 可是他沒有辦法接音箱 所以那個聲音沒有 讓所有學生聽到 他就要求 學生聽到麥克風 因為學生用麥克風 是可以讓音箱聽的 所有的學生聽到的 這個麥克風就怎麼樣拿過去 所以才要動而已 記者買 每人都想動 你不要動 因為我們都一直身體好 你再動我們就又重新崩盤 重新要維持一下秩序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躺在那裡 兩個就牛郎之女 搖搖對話 然後透過另外一個女孩子 就把麥克風拿過去給江一花 那 那我跟各位透過的原因你好 那女孩子拿去給那個江一花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麥克風這樣拿著 給江一花講 他不準備把麥克風給江一花拿 你知道 欸 這個江一花就不管 就把他拿著 那女生後來當然就放手 那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學生要掌握阻擋權 他擔心你一直講 講不行我不法控制你 要打斷你的 所以他本來學生 是我幫你拿麥克風你講 萬一不行的時候我就 才可以 對 但是江一花也是 也不是省油的燈王 就拿著講 那這樣一個過程 其實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攝影記者他們真的要畫面 就是 維持這個資訊就很困難 常常就是他每個多少針先口後 因為如果你沒有拍到畫面 另外一台拍到完整的畫面 你就完了 你這個真的記者回去 大概都會file 真的會那麼嚴重 因為 對不起 電視台拍到影片就是影片 沒有辦法補救 文字記者可以補救 我們很多文字記者都不到現場 也可以寫什麼 他講問現場 他講什麼話啊 錄音的話 錄音給我我就 根據錄音打打字也是現場 可是電視台沒有拍到 當然在地方 在地方的電視台可以相接 在台北沒辦法 台北沒有辦法接 因為台北電視台競爭之強 也不可能接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但記者幾乎六千五等 全部都擠到最前面就是 結果就是大家拍不到 所以在維持秩序等等 那我講這幾個過程就是說 其實 我們新聞 一般我們可能他講的是文字的新聞 以前我自己他講文字的 可是影片 他的元素的壓力 對很多電視台記者 壓力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想到他報導的時候的過程 他就會容易知道 一些可能不是正式的新聞 這點我是跟各位做說明 我剛剛的影片 我就不太多了 另外 我今天